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重磅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 马克思·Ferdinand Marcos Jr. 最近表达了他对前任杜特尔特 与中国签订秘密南中国海协议的确信 虽然这份协议的细节仍然是个谜 这份协议据说包括了一些 关于保持南中国海现状的约定 引发了对菲律宾主权可能受损的担忧 小马克思的言论 暴露了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复杂微妙的关系 接着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最近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出口和进口数值双双下挫 加上金融圈的连环雷事件 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尽管有声音呼吁走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但分析人士对这条路 是否能够挽救中国经济持保翻态度 与此同时 中国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似乎正在增加 最后 我们关注到香港的局势 中共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紧 从强行通过的国安法 到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 显示出 中共对香港可能成为颠覆基地的深切恐惧 这些行动 引发了对香港未来和一国两制原则的深切担忧 这些新闻 点滴展示了当前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每个故事都有其深远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背后的故事和分析 小马克思确信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曾与北京签署秘密南中国海协议 美国之音中文网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Ferdinand Marcos Jr. 星期一4月15日表示 他确信他的前任杜特尔特 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与中国达成一个令人质疑的秘密协议 但没有任何记录的存在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杜特尔特的前发言人哈里·罗克·哈利·罗克 说过 菲律宾前政府曾与中国达成一项交易 以维持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现状 据称 其中包括马尼拉承诺 不去修复在第二托马斯浅滩 Second Thomas Show 中国称仁爱骄坐滩的 一艘二战时期的老旧登陆舰 1999年 马尼拉故意将该船只 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上 在那里建立了永久的军事存在 以加强其主权主张 小马克思总统周一在菲律宾 外国记者协会举办的一个论坛上说 我认为 到现在你能看到 实际上有一个秘密协议 能证实这个的 至少让我确信的是中国政府的坚持 我不认为 在根本没有类似协议的情况下 北京将无中生有的杜撰一个出来 我在心里认为 这足以向我证明有类似这样的协议 他说 非媒报道说 小马克思总统上周说 他没有见过这个所谓的 私下协议的文件或记录 他表示 菲律宾的主权 可能受到危害的可能性 让他感到惊骇 小马克思总统周一说 为什么没有一个包含那个协议的文件 为什么 在前政府和县政府交接过渡期间 没有人提及这个秘密协议 另有非媒报道说 小马克思总统要求其前任将问题说清楚 披露他与北京达成的所有协议 在华盛顿与美国和日本领导人 举行历史性三方峰会期间 小马克思总统曾对记者表示 那些做出类似协议的官员 必须要承担责任 他在华盛顿说 你同另一个主权国家有任何协议 真的应该让人民知道 这样的话你要负责 如果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你要负责 小马克思总统说 他曾询问杜特尔特政府的不同官员 谋求澄清这个问题 但是得到相互矛盾的回答 杜特尔特前总统上周批评 小马克思总统采取亲美的立场 而在其继任者质疑 他与北京达成的交易后 称小马克思总统是爱发牢骚的人 报道表示 小马克思总统对前总统的最新批评 凸显了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之间 不断增加的积怨 不过 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 两个家族结成联盟 杜特尔特的女儿萨拉 作为小马克思的竞选搭档 当选为副总统 小马克思总统周一还表示 他与副总统萨拉的关系是复杂的 小马克思同时还表示 尽管南中国海地区的紧张升级 菲律宾不会批准美军 使用更多的军事基地 2023年 小马克思总统准许美军再使用五个基地 其中几个位于靠近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地区 使美国部队可以使用的基地数量升至九个 他说 菲律宾没有计划开放 或建立更多的EDCA基地 EDCA是指菲律宾和美国政府 2014年签署了增强防卫合作协议 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EDCA 该协议允许增加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和换防 在被问及他是否担心 华盛顿在今年选举后可能更换领导人时 小马克思总统说 外交政策的变更不可避免 但他相信马尼拉与华盛顿签署的几个协议基础良好 小马克思总统还说 马尼拉和东京将很快签署相互准入协议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RA 允许日本的自卫队与菲律宾的部队 为训练和联合巡逻能相互顺畅而不换防往来 小马克思表示 与日本的协议将同于美国1998年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 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有所不同 但是它没有进一步披露细节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挽救得了中国经济吗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政府即将在4月16日公布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毛额GDP 以及三月生产活动的数据 但前几天先行公布的三月出口和进口数值双双下挫 加上中国金融圈近来又爆雷 对比党媒刊文表示要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并称这条路会越走越宽 分析人士说 路上挑战重重 前景不容乐观 三月进出口下挫 中国海关总署 4月12日公布数据显示 以美元计 三月出口较一年前下滑7.5%至2796.8亿美元 创下去年8月以来最大跌幅 进口下滑1.9% 降至2211.3亿美元 这两项数值均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估 早前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 经济学家原估中国三月出口同比下降3.4% 进口增长1.4%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 当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许多严峻挑战 为中国外贸带来更大考验 在中国金融与经济内外考验加剧的情况下 中共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4月初在中共党媒学习时报联名发表长文 强调要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并称有信心这条路会越走越宽 为政治服务 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顺峰表示 中国在很多地方都会特别惯上中国特色四个字 但其实说白了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其实就是一盘棋 让中央政府可以去集中力量办大事 总体来说可以归结出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希望金融部门能够支援实体经济 第二个部分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第三个就是整个金融体系自身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 他说所谓的中国特色的金融就是大家不要忘了 它还是要为经济服务 那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帮政治服务 所以它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灵活 就跟我们一般所熟悉的西方的那种金融市场 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他表示中国特色金融之路能否越走越宽 其实只要从几个地方就可以看出端倪 包括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等大型投资银行 都缩减了在中国的业务 为因应地缘政治的风险 全球最大创投红杉资本 把中国和美国的业务分拆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会 宣布关闭在香港的一个亚洲资产投资团队 又如挪威主权财富基金 也关闭了在上海的办事处等 外资退场 更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商业银行 谢顺峰表示 据中国监管总局的资料 自2022年一直到今年4月份 外资银行退出中国的有66家 但新设立的只有20家 因此 虽然中国官方希望门能越开越大 但证据看起来并非如此 谢顺峰说 就是他中共当然希望路越开越大 但是现在的这些外资似乎不是那么买账 所以这一点我们可能也是持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态度来观察它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所长刘孟俊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如果要看中国到底有没有存在金融风险 其实还可以看另一个指标 黄金 抢购黄金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光是今年前两个月 当地进口的黄金 排除掉铸造金币用途的部分的总数量 达到376公吨左右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1%以上 除了人民银行之外 无论是中国的民众 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甚至跟公价单位有关的一些法人投资机构等 都在抢购黄金 刘孟俊表示 大家把钱都拿去买黄金 而不是存在银行 或者是拿去做股票投资 那就表示 社会大众对于金融风险 存在危机感 并没有那么看好金融市场 也代表中国社会的信心 其实还没有回来 他表示 中国金融稳定的另一个风险与挑战 就是美国要与其做金融脱钩 比如创业投资 VC和私人股权投资 PE对中国的投资都在下降 中国新创企业要到美国 IPO上市也受到很多阻碍 中国公司如果要在美国进行筹资 并购等活动 其实承受满大压力 刘孟俊也提到 外资不断流失的问题 他说 根据媒体报道 今年2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海外企业对中国投资已经降至30年来最低水位 2023年外资对中国直接投资仅330亿美元 较2022年下降约80% 不到2021年高峰3440亿美元的十分之一 因此 2023年第三季外商直接投资首度出现净流出 虽然第四季转为净流入175亿美元 但仍比2022年同期第三分之一 刘孟俊说 这事实上就等于是有点资金在离开中国 所以整个来讲说 外资这一块的话 资金流入这一块 等于是在投了一个反对票一样 所以说 有些风险是一起混合了 刘孟俊表示 另一方面 中国国内金融 由于房地产债务危机 和对数位经营平台的整肃 以及对补教业的管控 造成经济下行 失业率高 就业困难 尤其中国的房企业 跟地方政府与金融之间的连接很深 所以如果房地产暴雷 无疑也增加中国的金融风险 暴雷连连 不幸的是 中国金融圈最近又暴雷连连 具有中国国企背景的 中国房产开发商三巨头之一的万科 既被国际信评机构 Mudis Ratings 会与Fitch Ratings下调为垃圾级债券后 4月10日又被标准普尔全球评级 S与P Global Ratings 列为垃圾级 标普全球称 房地产销售和利润率的疲软 将使万科的竞争地位减弱 认为该公司如果无法按计划出售资产 长期财务状况可能恶化 不仅如此 中国媒体说 万科济南公司总经理肖静 已被山东警方带走调查 尽管济南万科表示 肖静是因为个人原因配合相关部门调查 但消息一出 万科再次遭遇股债双杀 股价创9年来新低 近日万科公布的2024年一季度经营情况显示 一季度累计合同销售金额 579.8亿元人民币 而去年同期销售额为 1013.8亿元 同比下降434亿元 下滑了近43% 销售回款的持续下滑 进一步加剧了万科的资金压力 近来另外两个金融业也炸开大雷 一个是深圳500强企业 平安集团的子公司 平安信托旗下的祥远230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出现了超过7亿人民币的产品 逾期兑付 另一个是上海和和首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月9日公告 该公司及相关企业 以严重资不抵债 资不抵债 中国新浪财经说 祥远230号信托爆雷的导火索 是因为其底层资产 就是重庆荣干的重庆荣盛城项目 该楼盘目前正在销售中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是此次信托产品融资的担保方 但荣盛发展也没钱支付 所以 平安信托该产品爆雷 不仅仅是其底层资产不行 而是背后的房地产行业不行了 和和首创则是自称 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存在重大持续经营风险 以暂停兑付 事实上 和和首创的实控人林强 早在2023年8月就传出跑路的消息 或已为今日爆雷埋下伏笔 优先 刘孟俊表示 中国在国际资金和国内资金 这两块的运作上 都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也是中国金融环境的基本格局 中国现在把管控风险 放在比追求经济成长 还要优先的位置 在某种程度上情愿以管控风险 来取代经济成长 路透社报道说 中共已要求银行 强化对国有资产支持的地产开发商万科 提供融资支持 并呼吁债券人 考虑延长私人债务到期期限 协助万科渡过难关 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 副研究员谢顺峰说 这一连串爆雷事件 都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 反映了中国地产与金融行业的 高杠杆现象 背后也勾连到地方财政的问题 但目前影响所及 主要还是在于高资产群众 然而 比较令人担心的是 中共近来下令希望保险公司和银行 来支持这些房地产企业 甚至还传出所谓的就是白名单 这也再次说明 中国金融市场中 还是有浓厚的政治操作意味 银行最终仍需听命于上级 进行有违风险评估的救援行动 但这种扭曲的机制 并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 万一有新的房地产企业 因为经营不善 造成财务危机 是否会拖累这些银行 或者是保险公司 进而影响到更多一般的民众 令人担忧 难以为继 谢顺峰表示 根据中国人民法院公告网的信息显示 2023年上半年 中国已经有超过106家房地产企业 宣告破产 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 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比上一年下降9.6% 商品房销售下降6.5% 房企施工面积下降7.2% 新房屋的开工面积下降20.4% 显示需求端可能会因为房企无力支撑而断工 而供给端这边本身未来的前景也不那么乐观 不是开发的土地拿的少了 就是有一些已经拿了 但是因为高杠杆的关系而可能难以为继 他表示 整个中国的房地产跟相关产业占中国 GDP的保守估计大概有两成到两成五 甚至更高 可是银行可以去支撑救援房地危机的银弹有限 所以他洞察国情 国安法及23条说明中共害怕香港 中共为何惧怕香港上 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在2020年强行为香港制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以下简称国安法后 接着又在今年督促香港 尽快为基本法23条立法 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以下简称国安条例 用以配合补充国安法的不足及短板 从中共的角度看 两者都是为彻底堵塞所谓国安漏洞 以确保中共这个党的执政安全 从两条法的严苛程度看 中共真的是很惧怕香港的 中共为什么那么惧怕香港 早在1986年北京着手制定香港基本法时 中共对香港的担忧就显示出来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鲁平 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副秘书长 就整个起草工作 传达中共高层意见时 就提出香港只能够是一个经济城市 不能够是一个政治城市 一旦成为政治城市 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 这番话是对内地草委说的 没有向香港草委传达 原来香港只能够是一个经济城市 是中共中央对香港的定性 北京上世纪以定性 香港只能做经济城市 我获悉鲁平对内地草委这番传达后 心中十分不舒服 因为这意味着 中共对香港的极度不放心和不信任 而且我觉得这样做根本不可能 硬要这样做 必定会摧毁香港 我当时是文汇报驻北京记者 与鲁平相当安熟 所以我就硬着头皮上门 找鲁平谈这个问题 我对他说 制度是一个整体 每一个制度都具有你认为好的一面 同时也具有你认为不好的一面 好与坏是同一个制度的一体两面 既然中央希望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 你就得准备包容它那些 你认为不太好 甚至是坏的一面 如果排除了你认为不好的一面 就等于割裂了它的整体性 那么它好的一面 也就会慢慢示威了 我举的例子 就是思想言论自由 中共所不喜欢的 对维持金融中心中共所喜欢的地位的重要性 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只适用于经济领域 鲁平驳斥我说 一旦香港变成政治城市 对内而言就会纷争不息 对外而言就会为外国势力提供可乘之机 鲁平这个观点几乎是所有我在北京认识的共产党人的共同观点 从鲁平只要资本主义的经济 不要资本主义的政治这种观点 我当时就预感到对中共来说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只适用于经济领域 不适用于政治领域 在政治领域 中共的政策会慢慢令香港走向一国 当年的这种观察 今天看来可谓不幸而言重 对他提出的香港不能成为颠覆基地 我这样说 如果你觉得香港威胁到中央的安全 那你就在默认现在的中央政府是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他问我和解 我说从历史看 香港从来就是一个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 例如孙中山先生以香港为基地颠覆了满清 国民党同样以香港为基地颠覆了北洋政府 我是指二十年代的北伐 共产党也是以香港为基地颠覆了国民党 从历史上看 每当中央政府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时 自然就会有人从香港发出反对这个政府的声音 所以如果你认为香港在颠覆中央政府 那么就说明这个中央政府已经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他才会惧怕香港 他听后默不作声 只是笑我少不更事 看问题太简单化 香港成为颠覆基地是他们十分恐惧的模影 六四时香港发生了百万人上街游行反对镇压的壮举 对此鲁平当时很担心 他对我说 你们香港啊 不能成为颠覆中央的基地呀 可见 对共产党人来说 香港成为颠覆基地是他们十分恐惧的模影 1990年召开两会时 李鹏在他承交给人大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中 就提出不能使香港成为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基地的字句 这句话激起港区人大的很大反感 这时离开六四不远 港人反对北京屠城的记忆犹新 看见李鹏这句话都非常愤怒 所以出席两会的港区人大代表一致要求删除这句话 否则将投反对票 中共当时为了稀释宁人 做了妥协 果然把李鹏这句话删掉 中共对香港的恐惧和防范 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显示出来 1983年大陆掀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邓丽群提出 大意 我们解放了30年 为什么国内还有阶级斗争 这是因为香港还没有解放 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透过香港不断俯视大陆 危害大陆的社会稳定及政治安全 所以必须要关闭这支南风窗 他更公开批评香港电视每分每秒都在放毒 广州已经完全香港化了 他说 广东变修了 变烂了 在一些主流媒体的引导下 全国不少内地城市甚至打出了反对广州的精神污染的标语 在这种压力下 广东省委就决定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掀起一股差与股天线的浪潮 避免广东人民接收香港的电视讯号 每当有中央领导人历临广州 位于东莞某地的一个大功率干扰电台 就会释放出强烈的干扰信号 以制止收看香港电视 同时 省委办公厅还发文要求 全省各地严禁收看香港电视 对违反规定的党员干部进行严厉处分 政府还出动消防车 强行拆除每家每户的鱼谷天线 见陈雷刚 胡耀邦与广东改革开放济世 这种心态简直就是把香港看成严重的毒素 中共党内军政核心一直敌视香港人 最能够代表中共党内敌视香港的人 莫如解放军少将徐燕 他在2018年公开说香港人最坏 他说 1997年我们接管时 当时分析成分 居民成分是三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和他们的后代受港英教育 他有点傲气 但对你大陆没什么怨恨 三分之一是最坏的 1949年 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 扫地出门跑过去的 对你刻骨仇恨很多人 再有三分之一是三年困难 大饥荒 挨饿 偷渡到香港 他对你大陆印象好的了吗 香港回归之后有个大失误 现在总结一切都不变 不去殖民化怎么行呢 这是徐燕2018年11月5日 在四川成都出席 2018全国民事工作室联盟年会 纪第十二届全国中小学民事工作室发展论坛上的讲话 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6月14日引述 这种公开羞辱香港人的做法 其实也是一种对香港潜在恐惧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等如心里自卑的人往往会表现自大一样 那么中共为什么惧怕香港呢 承祥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悉尼在报持刀行凶案 此前刺杀案导致中国公民一死一伤 美国之音中文网 澳大利亚悉尼郊外的一座教堂 星期一4月15日再次发生一起持刀行凶案 一名男子当众持刀刺人 导致多人受伤 在上周六发生的另外一起凶杀人案中 中国驻澳使领馆已经证实 有一名中国公民死亡 另有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路透社引述悉尼警方的话说 行凶男子已经被逮捕 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此次行凶刺杀案发生在悉尼西郊维克利一座基督好牧人教堂之内 距离悉尼市中心的商业区大约30公里 这是悉尼三天之内发生的第二起持刀行凶案 悉尼西田邦迪购物中心星期六发生持刀杀人案 一名凶贤在购物中心内突然持刀向众人行凶 导致6人死亡 8人受伤 其中包括一名婴儿 行凶男子当场被警方击毙 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和驻悉尼总领馆证实 在星期六的行凶杀人案中 有一名中国公民死亡 另有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中国驻澳使领馆与澳方和死伤者家属 以及中国国内的相关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 并为相关后续事宜提供协助 星期一的第二起持刀行凶案 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约7点左右 基督好牧人教堂的主教牧者 正在进行现场网络直播讲道 一名男子缓慢驱钱 然后突然把刀对着主教一阵狂刺 现场信徒惊叫奔跑 但也有人迅速上前 对倒地的主教施救 凶贤也被现场信徒制服控制 根据警方的介绍 信徒们迅速出手 阻止了凶贤的暴行 受伤倒地的主教也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现场有数人受伤 他们也及时得到医护人员的救治 警方逮捕凶贤之后 目前正在调查他的作案动机 路透社引述新南威尔士州救护车站的话说 至少有四人在星期一发生的 持刀刺人事件中受伤 其中一名50多岁男子的伤势严重 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 现场一共出动了11辆救护车 根据多家华文媒体的报道 在星期六悉尼购物中心 遇刺身亡的中国公民 是一位现年27岁的成姓女留学生 她生前在悉尼大学 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星期六下午她因为考试结束后 前往购物中心购买衣物 报道说 这位来自中国安徽的成姓女留学生 当时还将是穿衣服的照片 传给人在中国国内的未婚夫看 两人并就此进行了讨论 谁知随后突发持刀凶杀案 女留学生与未婚夫有关衣服的讨论 成为两人之间最后的通话 两人也从此天人永隔 根据中国官媒央视的报道 在星期六持刀刑凶案中受伤的中国公民 也是一位中国留学生 联合早报等媒体引述中国驻澳大使馆 公史贤参赞兼总领事蔡志峰的话说 澳大利亚政府对中方遇难者表示了哀悼 对遇难者和伤者的家属也表示慰问 另有报道说 遇难者的未婚夫和他的家人已经前往悉尼 以便处理后续事宜 中国驻澳使领馆表示 要为死伤者家属赴澳提供便利 并保障中方人员权利 发动星期六致命袭击案并已被警方击毙的凶嫌 是现年40岁的乔尔考基周科奇 被他刺杀身亡的6人中5人为女性 1人为男性 悉尼警方星期天表示 考基过去有过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 而政府目前掌握的情资并未显示 此次袭击与恐怖主义或意识形态有关 莫扎特 地大调双钢琴奏鸣曲 德国之声 地大调双钢琴奏鸣曲 是莫扎特为双钢琴谱写的为数不多的作品 创作于1781年 是为与他的一名女弟子一起演奏而作 当年 莫扎特在经历了母亲病故 与萨尔茨堡大主教决裂等变故后 前往维也纳发展 处于人生转折期 地大调双钢琴奏鸣曲 分为三个乐章 曲调优美 流传甚广 两架钢琴仿佛在互相对话 在欢快柔美的气氛中互相呼应 第三章是很快的快版 尤其能够展现莫扎特乐观 积极的精神风貌 有强烈的感染力 请听来自中东的双钢琴组合 阿玛尔 多阿茂的演奏 欢迎订阅德国之声古典音乐风播客 收听更多出色的古典音乐演出 Feed URL HTTPS RSSDW.com XML Podcast 下划线7 下划线Classic iTunes HTTPS iTunes Apple.com Podcast ID 1347146553 L等于等 德语媒体 让他们来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 这难道是去风险吗 Und does solve the risk insane 的评论指出 德国总理肖尔茨访华的随行经济代表团里 不乏对政府的中国战略不屑一顾的得起高管 如此去风险 难有成效 评论写道 此次旅行看不出来有去风险的苗头 正相反 他肖尔茨在延续前任默克尔的政策 旨在争取市场准入和订单 半周形成 三位部长随行 这看上去甚至有些政府磋商的意味 同机随行的首先是一个经济代表团 企业高管们并无心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性 汽车配件商博士在中国的销售量再增加 肖尔茨总理访问重庆的博士工厂 对此显示认同 奔驰总裁凯勒纽斯认为 去风险意味着增加在中国的业务 他没有因此受到批评 而是成为总理访华的代表团成员 肖尔茨表现得很务实 正如中国官媒注意到 他刚刚开通了TikTok账号 而与此同时 布鲁塞尔开启了对中国风力和太阳能设备厂商的反补贴调查 作者认为 德国方面对北京采取反制的过分担心是不必要的 中国的每一次报复行动都会自损 北京需要外国投资者 尤其是逆风而动增加在华投资的德国人 有效的中国战略必须是欧洲的整体战略 必须能改变跨国公司的算计 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变得更昂贵 同其他国家的贸易成本更低廉 这一点德国政府迄今没能做到 跨国公司不能自己打造顾客 大众汽车每五辆汽车就有两辆在中国销售 这个绝对数字看起来很高 但考虑到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则是合理的 对零配件制造商和化工企业也是如此 怨天尤人指责中国的产业政策于事无补 中国不过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 在能源 土地 官僚程序 基础设施 人才这些硬件上 中国更有优势 于是中国成功建设起新产业 以至于产能过剩 中国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成为电动汽车大国 现在欧盟却觉得这不公平 除了欧盟自己 没有人在阻碍欧洲提高其长期竞争力 与其征收惩罚性关税 不如定向吸引中国企业投资 难得一支报题为让他们来 Last SIE Common的评论写道 惩罚性关税无法奏效 这一点早已证明了 面对中国产能过剩 如今需要新的主意 文章写道 如今 许多国家政府担心 中国产品的倾销不但危及就业岗位 而且带来安全忧虑 无论是电动汽车 还是风力发电设备 都是能源转型的重点 西方不希望在这方面依赖于中国 然而 西方希望中国不要再出口这些产品 否则将征收惩罚性关税 这用处不大 就如同要求中国彻底改变经济模式一样 数十年来 中国一直是世界工厂 以做作工厂拔地而起 竞争白热化 这不是错误 而是成功的秘密 鉴于疲软的国内需求 中国自我消化这些产品是不现实的 现在所需要的是资源极大程度的在分配 从工业转向消费者 但这有为中国当权者习近平的其他政治目标 中国动用数千亿欧元 试图摆脱在半导体等技术上对西方的依赖 这笔资金就无法用于刺激经济计划或者社会福利体系 也就无法推动国内需求 而西方面临的困境则是 如何应对预计还将增加的来自中国的大量产品 惩罚性关税 长远来看收效甚微 这已有前车之鉴 因此更好的方案是 吸引中国重要战略领域如电池 可载生能源和汽车的投资者在欧洲投资 这即会创造就业岗位 又能降低安全忧虑 不过 这就需要稳妥的框架条件 在哪些领域希望哪些企业前来投资 鉴于地缘政治紧张加剧 中国企业也感到不安 在有一律时可能不愿投资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